真愛好男好女 真愛好男好女 我會陪著你 我承諾此刻 豈要讓你擁有的 不只是浪漫而已 親愛的朋友 歡迎你收聽 真愛好男好女 我是天天 很開心在這裡呢 跟你聊真愛 談真愛 而且重要的是呢 怎麼學習真愛 真愛也是要透過學習的 常常呢 聽朋友跟我分享說呢 哎呀我知道我爸媽很愛我 我也知道我的另外一半很愛我 但是在情感上呢 我好像沒有感受到他們愛我 愛呢是需要學習的 今天有哪些人要帶著我們 一起來學習呢 首先歡迎光玲老師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光玲 再一次歡迎我們的好朋友小妮 大家好我是小妮 亲愛的朋友 我們今天要繼續來學習 愛的五種語言 之前呢 我們已經有先學習過 這個精心的禮物 所以在剛開始呢 還是要先邀請我們的光玲老師 跟我們分享一下 愛的五種語言有哪五種 五種愛的語言 大家最常用的就是送禮物 然後今天我們要聊的是肯定的言辭 肯定對方所做的 肯定對方的生命的特質等等的 再來一個就是精心的時刻 用心的花時間 然後彼此的陪伴 再來是服務的行動 幫他打掃啦 幫他晾衣服啦 幫他整理家裡啦 幫他跑腿啦 這些事情 最後一個是身體的接触 所以這五種愛的語言 我們常常呢可以放在我們的心裡面 然後學習來使用 我覺得剛剛天天在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愛真的是需要學習的 還記得我國高中生的時候 我就會跟我自己說 哇 我現在應該預備好了吧 我應該可以來經營一段美好的關係啦 是 國高中的時候 交了女朋友就發現 哎呀天啊 對方常常會覺得 我嘴巴說愛他 但是他感受不到 就沒有學好 後來呢上了大學研究所之後呢 又覺得哇 已經長了十歲了 我應該預備好 可以進一段美好的關係了吧 所以又交了女朋友 這次比較好一點呢 但是發現 常常在處理衝突的時候 或在關係很焦灑的時候 或者是說 那個feel已經不見 然後那個feel常會不見 在feel不見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樣讓關係 可以有愛在裡面 所以後來大家可以想像 又結束了 即將又過了十年的如今 Oh my God 我再也不要再講這一句話了 因為我覺得 愛是要不斷地學習 特別是聽眾朋友 如果你現在身邊 有你所愛的人 你真的是要告訴自己 學習可以讓我們更相愛 特別在關係的裡面 其實我們從小到大呢 我們就是在追求真愛啊 追求真愛 所以當然如果有人 感受不到別人愛他呢 其實他是很痛苦的 我想呢 我們從小到大呢 一定都有很多那種 被人家愛的感覺啦 這個愛呢 可能會讓你覺得 有被肯定的感覺喔 所以我們去肯定別人 去把愛分享給別人呢 也是相當重要的 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來談談這個 肯定的言語 光臨老師想您 我們在成長過程當中 你們有沒有被肯定過的經驗呢 我的話在家庭裡面 其實是非常缺乏肯定的言辭 但是就是我發覺 我在教會的裡面 常常可以收到肯定的言語 牧群養我的人 然後牧者 他就會常常就是鼓勵我 透過他的這個肯定的言語 我也真的就不斷的成長 然後越做越好 不斷的進步 就是一個正向的一個力量 幫助我們越來越好 那為什麼在家庭裡面 沒有收到呢 爸爸媽媽都不肯定你 我妈妈她比较习惯用的方式是 激将法 想说用负面的话语来推动你这样子 对 那我已经在这个家庭实验过这个方法 基本上不是很好 所以请大家尽量不要用 所以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呢 我觉得这个话呢 真的是要把它改一下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思想上面的框架 但很多时候呢 这样的框架其实是会把我们框住 像肯定的言语在我们华人社会来说的话 我们的父母比较少做到我们的身上 对 特别是如果孩子的爱的语言是肯定的言辞 或你身边的朋友 他的爱的语言是肯定的言辞的时候 你更要注意 因为你知道肯定言辞的重点就是 你透过肯定他 透过表达他做得很好 其实你是在表达他的生命有价值 做的是你觉得很棒的 所以每次当你跟一个人跟他说 你有什么东西要改进啊 有什么东西要改正啊 你做得不好啊 你这个应该要怎么样比较好的时候 这一些爱的语言是肯定言辞的 他就会非常的焦虑 因为他心里面觉得你不喜欢我 你不爱我 他就会很敏感在这个要改进的事情上面 就是常常有人说 你这个怎么办 但是哇 他们听到那个但是的时候 他们的心里面就会很焦虑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爱的语言是肯定言辞的时候 你特别在表达这些修正的时候 特别对孩子 我觉得你一定要三明治的方法 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就是前面要包 我爱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真的觉得你很好 你是我很好的孩子 我等等的 然后中间告诉他 有某件事情 可能我觉得你怎么做比较好 然后最后再告诉他 教我很爱你 我觉得你很棒 你真的做得很好 加油 才会降低这些人的焦虑 是 所以其实在圣经当中 他要讲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的有智慧 他说呢 用爱心说诚实话 用爱心说诚实话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就是对他说我的诚实话 但是有些人的诚实话呢 很像一把利剑 会把人家砍得体无完肤 所以如何呢 用这个三明治的法则 来用爱心说诚实话 来肯定对方 赞美对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 相当好的一个做法 还有就是 如果你是发自内心的爱这个人 你希望他更好 我相信他也感觉得到 他会收到你对他的那个爱 然后他会愿意去改变改进 可是就是如果你在说出来的时候 你就只是想要批评他 只是想要说你这里做的不好 只看到他的缺点 你里面没有带着那一份爱的话 其实收到的人 他会知道里面是有爱还是没有爱 像有个例子是 我觉得像我的妈妈 她其实是很需要被肯定的人 但是她在成长过程里面 其实他们也都很 在很竞争的环境里面成长 甚至现在出来工作 她现在退休了 她可以接受到这个东西很少 所以她就会觉得 很多人都在找她麻烦啊 不喜欢她 那我要举的例子是说 就是我们家都是妈妈煮饭 那妈妈煮饭的时候呢 她的菜一上到桌上 我们就有压力 为什么 因为妈妈就会开始偏批评她的菜 说哎呀这个会不会太咸啊 这个是不是很难吃啊 这个是不是 她就会先否定自己 然后她期待我们肯定她 把她搬回来 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件事情 那她就会说 对你看我就是做得不好 这么糟糕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已经在肯定的言辞一直受不到关爱的人的最后产生的不安全感 她做任何事情就是很焦虑 她做任何事情都在看别人怎么样来评价她 特别是孩子 我们身边的孩子 她是这个肯定言辞的爱的缘 我们需要不断地把这个 她需要这份爱给她 她才有办法好好的成长 刚才听光莲老师分享这个的时候呢 我就会想到几次的经验 因为其实我蛮常去同辈朋友家里玩的 那当我去他们家玩的时候呢 很常会听到他们的父母呢 会讲出很类似的话 通常我去的时候呢 他就会告诉我说 就父母会告诉我说 天天啊 谢谢你常照顾我们家 谁谁谁 你也知道呢 他就是其实功课不是很好啊 他的口才可能也不是很好啊 其实他的人缘呢 不是很好啊 谢谢你就是常陪伴他这样子 那通常我听到这些父母这样子告诉我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他不是真的在批评他的孩子 他是很想要听见的我肯定他的孩子 因为当我肯定他的孩子呢 就等于肯定他这个做父母的 所以我就会马上说 阿姨不会啊 你的孩子超棒的 他非常的照顾我 然后他如何照我 就等等等等全部都讲出来这样子 那阿姨呢 他就龙心大悦 他就很开心这样 所以就发现说 好像在华人的世界 很多的父母 包括我们自己 都喜欢用自贬的方式 来得到别人的赞美 所以像我们也常会发现说 当我们去赞美一个人的时候啊 你可以去观察他的反应 他的反应是那种落落大方的接受 还是他会不断的否决你的赞美 有些人他会不断的要否定你的赞美 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你讲这么好 其实我还有哪边哪边的缺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 是不是有可能就像是光临老师 你刚才说其实他是很缺乏别人的肯定的 在他的心里面他没有一个确定感 所以他不断的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试探 别人是否肯定我 因为你刚刚在讲的时候 我觉得我以前好像也是这样子 当父母赞美我 或老师赞美我的时候 就没有没有没有 哎呀没有了 哎呀没有了 就是会一直 没有办法去接受别人的肯定跟赞美 这其实是自我形象比较低落 对所以他其实对自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光 就是他并不觉得他自己像别人说的这么好 所以当别人赞美他的时候 他会看自己眼光 他是拒绝这个赞美的 那当就是他的自我形象越来越恢复 他越来越看自己是有价值 是好的的时候 别人赞美他的时候 他就可以露露大方的接受 所以我觉得这边我们提供一个方法 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通常我会这样说 肯定他三次 第二次他会收一点 第三次他就会真的去收到 你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可能太习惯挡掉了 太习惯不接受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确定对方真的有接收到 你对他赞美跟肯定的心意 相当重要 就像你刚才说的 肯定他一次他可能挡掉了 可是如果你就真的就让他挡住了 他就会再落入在那个一个 自我形象跌落的里面 他就觉得说 对我就是像这个样子 因为有时候去演讲 有时候你会自己觉得 今天好像讲得不太好 然后呢别人就会跑来跟你说 哎呀你今天讲得很好啊 你今天不错啊 然后我脑袋就会想 哎呀反正你们是客气是礼貌 就是哎华人都很客气都很礼貌嘛 大家就不会讲实话 所以前面那来的一两个 我就会觉得哎呀可能 不一定吧 但是如果那个人很认真的告诉我说 我今天觉得你哪里讲得好 哪里说得不错 例子觉得好 我就真的会接到 所以我觉得 当你面对这样的朋友 在给他肯定的言语的时候 具体是很重要的 把他真正做得好的行为 特别是他的用心 用心被点出来是很重要的 比方说如果我要赞美小宁的话 我就不能够只是赞美他的外表 哦他有很漂亮的秀发 很漂亮的脸蛋啊 当然这个东西呢 人家听到也是会很开心 但是其实更多是要把这个赞美在 更具体的表达出来咯 比方说他的分享让我觉得很愉快 这样是不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呢老师 这尤其是因为华人实在太客套了 真的 所以要努力的剥掉客套的外套 那一层衣服 然后才能够进到里面 这一生最珍贵的拥有 是你给了我最靠近的守候 我深藏的爱在你眼中找到了触控 你才能够进到温柔了 響了 和平安的调节奏 你以后都能够进到一层衣服的 这是我最爱的 你才能够进入 你这个皆是不一般的 你才能够进入 你才能够进入 我会陪着你 我承诺此刻起 要让你拥有的 不只是浪漫而已 我有一个朋友呢 他在班上名列前茅就算了 他在学校里面的校排名呢 他还名列前茅 那你就知道他很优秀了 那他也是学校篮球校队的 他又是篮球队的队长 哇那真是优秀了 所以呢从他求学的过程当中呢 他身边都是不缺乏女性朋友的 可是呢后来他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女孩子都会一个一个离开他 有一次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啊 他说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他到底是哪里做错 哪里做得不好 他也没有对那些女生不好啊 但为什么这些女生还是要跟他分手呢 那我就问他说 你会肯定你的女朋友吗 不只是肯定他这个人的外在 可能是肯定他的内在 那总而言之呢 就是你有去肯定他们吗 他就想了一下 他就说 没有 也就说呢 他很少很少去肯定他的这些女朋友 为什么这些女孩子会一个一个的离开他 因为在他的身上呢 他得不到一个肯定 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朋友啊 他可能换了一个新发型 或穿了一件新衣服 他可能就会跑到你前面哦 想要展示给你看 秀给你看 希望你可以再美他呢 以前我读的那个学校 科系 然后我们班是女生很多 而且那时候是大学的时候 常常呢 我们班的同学呢 就会早上一来上课 就会跑到我面前说 来 光临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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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要你去发现 他到底做了哪些改变 可能是头发的改变 或者是买了新的衣服 或者是买了新的鞋子 新的首饰手表等等的 所以你就要告诉他说 有我看到了 你的刘海有剪了三公分 对不对 对你怎么知道 哇好好看哦 好适合你哦 他就非常开心 对非常开心 整个龙心大悦 对然后就看到他 飞去其他人的地方 继续做这件事情 但是老实说啊 这种发现对方的改变呢 对男生来说 是不是比较难呢 我觉得不太容易 其实刚刚天天在分享的时候 件事情是我觉得 在现代的年轻人当中 是我们特别要去注意的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从小到大都是 爸爸妈妈手中的珍宝啊 所以我们从小好像 有很多的长辈啦 父母的眼光焦点 都在我们身上 我们都是接受赞美肯定的人 接受非常多 但是常常这样 我们就会少了一个 去看见别人好啊 或者去指出别人好的 这样的行为就比较少 因为你习惯当舞台的焦点 你习惯自我中心 就是说你常常到一个环境的时候 全部人的焦点 都在你的身上 那你就会少了一个习惯 把你的焦点 放在别人的身上 你出现在一个地方 就准备接受 大家给我的赞美 但是爱不是 爱是说 当你出现在一个地方 例如你今天到一个公司 你今天跟一个人见面 你今天到学校里面去 其实你是做好预备 你要肯定别人 要赞美别人 那这个不容易 因为当你要肯定 赞美别人的时候 你眼睛是要打开的 特别打开才行 你不能胡乱赞美 不能胡乱赞美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谈什么是真爱 这个部分很重要 一个能够经营真爱的人 一个有爱的生命的人 他是一个常常会告诉自己说 我知道在我的身边 有很多人需要爱 跟肯定 跟赞美 所以我要成为那个给予的人 有一些的朋友 可能是因着他 原生家庭的缘故 或者说他从小呢 他这个后天环境的缘故 所以他比较困难 去肯定别人 像我身边有一个 跟我很好的一个异性朋友 从小呢 他父母呢 非常非常少给他肯定的 所以呢 造成他有一个核心的信念 会觉得说 别人做得好呢 是他应该的 难道这个还是要肯定吗 所以他就跟我举了一个例子 小时候呢 他如果考试 考九十分 一百是满分嘛 考九十分 九十分很高了耶 是 对 所以我每次听到他举这个例子呢 我就说 哎你知道吗 我如果考九十分 我妈就到巷口去放鞭炮了 他怎么跟我分享 他说 我如果考九十分 带考卷回家 我爸爸看见 他会痛骂我一顿 因为你不够努力 因为你不够优秀 你就是少了那十分 就是不行 所以他从小接受到的呢 就是他一定要 很努力 很努力 他才配得接受赞美 是 甚至他会觉得 你努力就是应该的 常常这样的人 走到极端 他就会变成完美主义 就变成一个完美主义的人 所以 所有在他身边的人 都会觉得很不自在 因为他的标准很高 其实我觉得我 自己从小也是 妈妈对我要求 也是非常高 他就会说 哎呀 你搞第一名又怎么用 你那个钢琴弹很烂 你钢琴弹好 钢琴弹好有什么用 你那个长那么胖 就是他永远不断的 不断的在要求你 所以这个部分 后来我觉得 我自己是在信仰的里面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上帝 我们的天父 是看我们有的 是 我是看我们没有的 我常常用这句话 提醒我自己 天父看我们的时候 他是看我们所拥有的 不是看我们没有的东西 常常我们常会挑剔别人 就是哎呀 你这个九十分 那他十分怎么没有做到呢 那是我们去看别人没有的 但是爱的源头 创造我们的上帝 他的爱是怎样 看见我们有的 然后肯定鼓励我们 以至于我们才有能力 去发展我们没有的 其实人的潜能呢 真的是慢慢在这个 肯定在每一个正面的环境里面 慢慢的潜能被开发出来 我真的觉得光丽老师 讲到这个信仰的部分呢 真的是很棒 因为我身边有好多的 基督徒朋友呢 从小的生长的环境呢 是很少被肯定的 他们常常会觉得说 我一定要做到好 我才值得被肯定 当他们认识了 上帝的爱之后呢 才发现 原来不是他做得多好 上帝才爱他 无论他这个人怎么样 上帝就是很爱他 他就是上帝眼中的宝贝 他就是有价值的 所以亲爱的朋友 无论我们现在的 生命光景如何 无论你觉得自己 配不配得被别人赞美 我们都要说呢 你是非常宝贝的 你在神的眼中呢 你就是被宠爱的 你是公主 你也是王子 光丽老师针对 这个肯定的言语 给我们在说音机旁的朋友呢 鼓励的话 还有一些提醒 好 如果呢 你身边你所爱的人 你的孩子 你的爱的语言 是肯定的言词 有两件事你可以注意 第一个呢 常常打开你 爱的眼光 常常去观察他们 哪里做得好 常常去观察到 他们的特点 优点 在他们生活表现出来的地方 然后去指出来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刚刚我们提到 如果你要 给他们建议的话 请不要选择批判的言语 不要选择一些 让他们会觉得 很焦虑的言语 记得用我们刚刚说 三明治的方法 先肯定鼓励他 然后告诉他需要 改进的是什么 然后最后再 肯定鼓励他 我想当你这样 建议他的时候 他比较有办法去改变 所以这是我两个提醒 谢谢光临老师 光临老师 你说得好棒哦 你刚才分析的 好有条有理 这样有没有被肯定到 有 我今天感受到 被天天肯定了 今天 晓妮也分享很多例子 真的很棒 谢谢 我也收到了 亲爱的朋友 我们今天在单元当中 话题就是爱的五种语言当中的 肯定的言语 当然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的家庭 可能都不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家庭 也许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朋友 并没有很常 给我们这样的肯定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有一个天父上帝 他非常的爱我们 在爱当中 他是不断不断 肯定我们生命价值的神 那还有呢 就是刚才 我们的光莲老师 有分享到说 如果你是肯定的言语 你喜欢这样子 对别人付出 那你也要看看这个对方呢 他在接受肯定言语的时候呢 他是哪种类型的 赞美呢 真的是要赞美到 别人的心坎里去 才是会让对方 感受到爱的赞美 那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针对这个话题 你有任何的想法 你都可以写信给我们 抽个空写信给我们 或是写信给光莲老师 很期待收到大家的信哦 是我们真的非常的期待 所以欢迎你呢 多多写信来 最后谢谢光莲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也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小宁 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天为什么蓝 草为什么绿 什么是月亮光光 什么是太阳温暖 花为什么香 鸟为什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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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人 或者有希望 或者有希望 爱是天蓝 爱是天蓝 爱是桥驴 神的爱是太阳温暖 月亮风光 她的爱是花 香 鸟 鸟 鸟 因为爱是人 活着有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是平静 爱是天蓝 爱是桥驴 爱是桥驴 神的爱是太阳温暖 月亮风光 他的爱是黄像流长 因为爱是人活着有希望